大家好,我是阿乌 今天做个简单的小吃 麻辣腐竹 把腐竹在清水里泡软 大概需要三至四个小时 泡软以后,用剪刀剪成小段 我用的是麻辣小龙虾的调料 把锅烧热,放油 然后把调料包里的麻辣酱倒进去 翻炒一分钟 加清水400-500毫升 把干料包加进去 搅拌溶解 然后把腐竹段放进锅里 把水烧开 盖上盖子 小火炖五分钟 五分钟后关火 可以马上吃 但最好让腐竹在锅里继续泡三十分钟 这样麻辣的味道才够足 最后撒上芝麻和葱花 麻辣腐竹这道小菜就做好了 可以多做一些放在冰箱 夏天来了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试试这道小菜 绝不会让你失望 喜欢这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第一时间收到新上线的视频 谢谢收看 我是阿乌 我们下期见